台中市大甲高中自由车队日前代表台湾前往印度 参加2024亚洲自由车场地锦标赛 尽管一开始有场地适应的问题 但选手们靠着扎实的训练顺利调整状态 不但在各国好手当中脱颖而出 更击退南韩的强敌 成功夺下四金五银三铜 成绩比去年还要好 这天选手们凯旋归国 校方也特别送上花圈来迎接 肯定他们优异的表现 校方代表一一送上花圈 迎接年轻选手凯旋归国 大甲高中自由车队日前代表台湾前往印度 参加2024亚洲自由车场地锦标赛 不但在各国好手当中脱颖而出 更击退进敌韩国队 成功夺下四金五银三铜 成绩比去年还要好 四公银团队追逐是让我最意外的惊喜 原本想说退上韩国应该会输 可是我们拼进了全力 然后最后赢了韩国队 那我们蛮开心的 一个团体的竞赛里面 获得了睽違18年的震撼竞牌 非常不容易 另外我们获得二金的黄文鑫 以及李靖峰的一金 总共有四金五银跟三铜 校方表示 由于国内并没有大型室内自由车的比赛场地 平时只能在清水凹风山上的自由车室外场练习 尽管选手们一开始有场地适应的问题 但靠着平时扎实的训练 顺利调整好状态 在赛场上展现实力 与各国好手一较高下 就是场地适应的问题 因为在没有250的情况下 我们就只能这样子练 然后到了 我们那个时候到印度的时候 还是适应了一阵子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骑 然后可能旁边两位是已经骑过 但我是第一次 所以我要适应的比他们还要久 在全能赛拿金牌是最让我意外 因为在前三项的表现都很普通 在最后一项才翻盘逆转拿到金牌 我们台湾因为没有250公尺的场地 其实对我们的选手在这个场地上的一个熟练度 是比韩国队还不熟 那加上我们的器材 没有办法用最顶级的前后都跌轮 这个也是我们在器材上的劣势 但是我们的选手的体能跟技术 能够克服这样的差距 算是一个很不容易 赛前真的我也不敢期望 但是过程真的非常紧张 结果非常甜美 校方也强调 同学们能够代表台湾参加国际赛事 除了是对选手及教练团努力训练的肯定之外 也希望每位选手都能在每场赛事当中学习成长 勇敢面对挑战 继续在国际赛场上发光发热 记者声波和台中采访报道